那其實呢 你們這個世代 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 以前上電視打歌這件事情了 可是靠YouTube 靠網路 短視頻 然後為大家所認識 也因此你就有了一個稱號 叫做鄉民 女朋友 鄉民 老婆 什麼女朋友 是嗎 女朋友就還不到 要到直接一步到位到老婆了 對 我想說一開始我們都還沒有交往 就差不多到結婚的這個地步 有一點快啊 但是還是很謝謝他們的支持 你有遇過這個人在路上叫你說 欸老婆 還沒有人這麼 呃 表演的時候會 你說台下是老婆 老婆 不是那麼激烈 但是會有聽到的 老婆 就是這樣子 你媽媽的反應是 我 我還沒問過她 我太想知道 其實大家好像只是開玩笑 有一點推文啊 然後留個評論啊 是真的會很認真 就是寄一些婚姻的履歷給你嗎 就是你要不要 考慮一下我 目前是沒有啦 但是他們很喜歡在留言上面說什麼 我婆 我婆婆 我婆卓元 我婆卓元 很多 那屁孩會有人說我公嗎 公公 當然是不會啊 當然是不會了 但之前可能如果你有在看屁孩的音樂 然後有首歌就在講 BCW 在講吳卓元 哦 對 但在寫那首歌的時候 你已經認識Julia了嗎 不認識 完全的不認識 我那天還想說 這首歌出來的時候我想說 是誰在 誰在呼喚我的名字 然後就在一首歌裡面 吳卓元 然後一直在repeat 那個時候也不認識BCW 都不認識 我那時候不認識任何人耶其實 那是什麼樣的契機就是 因為很多有特色的人 為什麼最後會抓出這兩個人 然後寫這首歌 為什麼 這是第一次就是現場在講這件事情 有深度 對啊 直接問到重點 直接問到重點 對 因為那個時候 就真的是我在 我那首歌是我那時候在一個夜店 然後我的時候有點 就是喝醉了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看旁邊的人 每一個都穿的跟 就他們都在學 就是 卓元的那個下半身十種裝 就是 對然後 每一個男生就都是 像BC 因為那時候就 新說唱那個時候 剛剛開始 然後他那時候很紅 然後 你們兩個很紅 大家所有的男生都學他 女生都學你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差不多玩到兩點 我覺得 哇不行 這個場景太好笑了 太光妙 然後我說不行 我現在 我就立馬就直接標劍車回去 然後我那個晚上就把這首歌錄完了 所以那時候邊觀察這個現象的時候 你心中已經有那個beat 有那個旋律出來 跟詞嗎 有啊 我就覺得一定要有一個 類似像Leo Pump 的那種type beat 然後就一直重複就是 Busy的 烏嘴人 Busy的 烏嘴人 烏嘴人 這樣 這就是只場內每個人 對 烏嘴人 烏嘴人 然後他們就是那個時候就是每個人都是 他們連跳舞都學你耶 怎麼說 我很好奇 就是你可以示範Julia跳舞怎麼跳嗎 對啊 就是小小的動 就是不會在那裡 因為他們就在那裡 你可以站起來 你可以表演 對啦 然後他們就是 都是你知道就是這樣吧 然後腿 都要把腿這樣用得很長 然後外套都穿一半 然後外套都穿一半 然後就這樣 動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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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a好像是這樣沒錯耶 所以Julia今天他就算被做的訪問有點 律動還是這樣 小小的 很性感你知道 對有點感覺 一定要寫成歌啊這個 超天的好好笑喔 你現場本人看到這個景象 剛才有覺得心中 很妙耶 就是很妙的一個場景 聽他講這件事情 就是整個舞室都是那樣的 天啊 太多人了 所以那個意思 發佈之後 兩位當事人有很快就聯繫上你嗎 沒有耶 真的沒有 因為我第一次知道 昨天我聽到 是因為那時候我還不認識熊仔 然後結果他就突然在現實動態發了一個就是 巫主緣 巫主緣 然後就哇 他知道這首歌了 我就這樣 我就喔酷這樣